色官艳遇,丢掉二百万 徐有亮是北京市淮柔区某乡镇的一名官员 现年51岁的他工作认真,人际关系良好,与妻子育有一儿一女 2007年12月的一天,徐有亮正在开会,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黄大姐,我是江小陈,有急事找你,收到短信请给我回个电话 徐有亮觉得对方肯定是发错短信了,就没有理睬 过了一会儿,徐有亮又收到了这个名叫江小陈的人发来的短信 黄大姐,短信收到了吗?等你电话,有急事商量 徐有亮心想,发短信的人肯定很着急,而且并不知道自己发错了短信 如果不告诉对方一声,可能会耽误人家事 想到这儿,徐有亮借口上卫生间,跑到会议室外,按那个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接通后,传来一个女孩儿非常甜美的声音 喂? 徐有亮问 请问你是江小陈吗? 女孩儿显得很吃惊地问 是啊,你是哪位? 徐有亮告诉女孩儿,她的短信挫发到她的手机上了 她特地打电话来告诉她,不要误了事 女孩儿感激地说 谢谢你,这么替别人着想,你真是个好心肠的人 你要是不告诉我,还真会耽误大事呢 听了这话,徐有亮的心里美滋滋的 她想,对方声音这么好听,长得也一定很漂亮 她不禁有了一种怜香惜玉的感觉 这时,江小陈对她说 大哥,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我在北京上大学,没有亲人和朋友 要是有你这么一个朋友就好了 徐有亮听说江小陈还是个大学生,更是欣喜不已 立即对她说,我很愿意做你的朋友 之后,两人便经常打电话聊天 江小陈告诉徐有亮,他是河北人 在北京读大学,喜欢旅游 徐有亮对江小陈说 你有时间到我们怀柔来玩吧 这里风景秀丽,我可以做你的向导 江小陈高兴地说 那太好了 2008年2月27号,徐有亮在约定的地点见到了江小陈 他眼前一亮,只见江小陈高挑的个头 匀衬衬的身材,清秀的面容 浑身上下充满了青春的朝气 徐有亮内心一阵惊喜 果然不出我所料,的确是个美女 徐有亮热情地把江小陈请上了自己的车 带着他玩了整整一天 他越来越迷恋江小陈 内心涌起了一阵阵的骚动 一天下来,两人似乎已经成了一对情侣 晚饭后,徐有亮将江小陈带到一家宾馆 开了一间房 但他洗澡出来,便迫不及待地将江小陈抱上床 脱去了他的衣服 正当他想进一步动作的时候 突然门光的一声被撞开了 徐有亮转头一看 只见两个蒙面人冲进来 举起相机对着一丝不挂的他和江小陈一阵狂拍 徐有亮急忙用手挡住脸 又拉过被子盖住身子 紧张地问 你,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要盖什么 一个蒙面人冷笑道 你知道这女人是谁吗 她是我们老大的人 你竟然碰她,想找死啊 徐有亮吓得赶紧说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这时,江小陈已经穿好衣服 随来人一起走了 徐有亮则缩在床上不敢动 那两个蒙面人临走时对他说 你等着,我们老大不会饶了你的 徐有亮心中暗暗叫苦 这才意识到江小陈和蒙面人是一伙的 自己钻进了他们的圈套 他后悔极了 可事到如今,他只有听天由命 第二天,徐有亮刚上班 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 你给我听好了 你想占我老婆的便宜 没那么容易 现在有两条路供你选择 一,是赔偿我六十万 我把底片给你 二,是我把你光屁股的照片 寄到你们单位和你老婆那里 再发到网上去 徐有亮赶紧说 咱们有话好商量,我同意给钱 但实在拿不出那么多 最后,徐有亮答应给对方三十八万元 为了尽快平息这事 他拿出了自己的小金库 又分别向几个朋友借了钱 凑够了三十八万元 给对方汇去了 对方收到钱后 给他打电话说 那天是用数码相机照的 没有底片 他已经把照片都删除了 徐有亮一听松了口气 他在心里祈祷着 此事能就此结束 然而,他没有想到 这才是他噩梦的开始 2008年3月5号下午 徐有亮下班刚要回家 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是徐主任吧 徐有亮问 是,你是哪位 对方黑黑笑着说 我是谁不重要 你就叫我老谢吧 我知道,你最近遇到麻烦事了 徐有亮紧张地掩饰道 没有的事 对方说 刚给了人家三十八万 你就忘了 看来你还真有钱呢 徐有亮下出了一身冷汗 对方怎么会知道 他被敲诈三十八万的事呢 这时,对方又说 实话跟你说吧 这事我清楚得很 我知道 他们当初给你拍照 用的根本不是数码相机 而且,我还知道底片在哪里 如果你想要底片 我可以帮忙 徐有亮一听 赶紧说 那太谢谢你了 对方说 你是个爽快的人 我就直说了 我要五万 你把钱打到我卡里 我就把底片还给你 徐有亮要底片心切 马上就答应了 可是,他刚被敲诈了三十八万元 手上实在没钱了 他只好向朋友借了五万元 给老谢汇了过去 那么接下来的故事 将会如何发展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 主播播的 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 感谢观看